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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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时 率差距巨大 这场比赛本没有悬念 但是巴萨却最终在客场进一比零小胜 而在比赛中 巴拉多利的糟糕的草皮质量也影响了巴萨的发挥 巴萨主帅巴尔维德以及西加主席特巴斯也公开谈论草皮问题 而在今日 西加官方表示会对巴拉多利的球场的草皮进行纪律调查 巴萨是西加豪门 该队的战术以控球为主 对于比赛的草皮质量非常挑剔 因此 一些球队在主场对战巴萨时也想尽办法在草皮上下功夫 比如为了减缓传球的速度 不在赛前浇水 同时草皮的高度也比较高 而这也成为了潜规则 在新赛 西加伽第二个巴萨克场对战巴拉多利的的比赛中 巴拉多利的的草皮质量简直可以用菜地形容 整个场地坑挖不平 地面的传球经常出现失误 巴萨难以打出正常的配合 这也使得巴萨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同时由于草皮质量太差 因此也会极大的增加双方球员受伤的几率 赛后 巴萨主帅巴尔维德对此发出吐槽 草皮绝对是限制了比赛 我不会说没有其他限制因素 比如我们的对手就让我们比赛受阻 但球员们摔倒就爬起 我们担心他们受伤 这让我们在比赛中受到很大打击 而西加联盟主席特巴斯也对此提出了批评 草皮质量没有达到西加比赛的最低要求 毫无疑问我们会做出行动 根据消关纪律条例 这起进行问责 就在不久前 巴萨下西 加官方进行了投诉 而西加官方也做出了对巴拉多利的主场的草皮问题 展开纪律调查的决定 媒体特一旦调查属实 巴拉多利的俱乐部将会遭遇处罚 小飞